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些的把握机会大力催票不止总统票要配合入贵 也不忘拉台立委赖平瑜 赖平瑜这四年来 有案件超过6千亿 三年前如果没有这段学运 这段学生孩子爱国的情形 把福茂董了 今天我们台湾会像香港一样 连这个学运当中 我们赖平瑜都是学运的领袖 一整天赖金德从新北赶场到新竹嘉义台中 最回到新北 连赖八场造势活动 跑遍半个台湾 赖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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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人数足够 引擎才有力量 才能够推动国家继续进步 不过南白掌控国会 他们不会理性监督 他们只会背个扯后腿 我们走的是信赖台湾这条路 他们走的是依赖中国这条路 常常比喻总统副总统就是掌握方向盘的价值 立法院则是隐情 立法院支持民主进步的人数足够 隐情才有力量 韩话乡亲绝不能让台湾停滞 目前民营党要力拼国会过半 现场挤满上万名支持者 甚至有民众发挥创意 响应赖清德近日推出的在路上竞选影片 自制民主禁止回转和自由路等手举牌力挺 要和赖清德共同守护台湾 北面驱逐回大打正机牌 会有一端出温仔俊多根计划 他认为这项政策 引申赖清德与柯文哲任内的建设 南岛关系实话 他告诉我 他怕过虎人大小屁 他怕一个 这大片似中心 我们既然爹爹两年完 我们就知道 把兵团 本来就是台北市的1.3倍 我们的建议去26公里 26座 台北市有没有 没有 你说台南市 两千街高峰 社会主宅是零 他节目也零 他什么都零 他给他登岛一百十一 的无聊 这种的政治 你只要是零 柯文哲代表市政最老好吗 也不好 连任的时候 他们对手三千票 差不多六算 我台北市议员也选了三次 我对台北市政非常了解 我看不到 记不到柯文哲的政绩 只记得把那个中校动论 公材本给他拆掉 强调市政做得好 更能带领国家 支持着川崎动物装扮 通通上街 柯文哲连续两天台中车嫂 许多年轻爸妈带着小孩出来比赞 柯文哲先是由民众党小鸡 蔡碧如陪同 下午则由新竹市长高宏安接棒 柯文哲扫街终点 台中市民广场整个被支持者塞爆 适逢周末排队拍照的民众 围满整个路口 甚至还有多位无党籍的七八年级 年轻里长出面相挺 面对排山倒海的支持者 柯文哲笑容全写在脸上 但选情恐怕没那么乐观 看看这南宫参拜时 不但不借过去和他友好的言轻标语言宽恶父子 曾经有交情的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也公开表态 呼吁蓝营选民集中选票给红康培 没有总统柯文哲立法院长韩国瑜 没有这种可能 对 我们全力支持最重要的 红友宜 不管我是还是蔡壁的 跟韩国瑜都是朋友嘛 那我们也知道他 他有他的压力嘛就这样 大家理解就好 全部都号召回去 板块是大概就三个板块嘛 而且到这里大概每一个 投票人的想法都已经差不多固定 台湾最前线 刚才这么等的影片当中 告诉大家是今天倒数七天 美主总统候选人在各个地方吹票的状况 刚才八点到九点 大家看到的是民事大选的 这个大选最前线的节目 我们邀请了三位总统候选人进行专访 文耀在新一四访问了侯友宜 本来要在星期五的时候访问的是柯文哲 不过柯文哲放弃了民事的邀约 那刚才我们播出的是赖清德的专访 我们来看到包括这一次选举当中 现在大家看得出来 大家都看政治看顾都在吹票 这一次的总统选举 房产正义是焦点 如果你跟我一样持续关心的话 赖清德副总统在辩论会当中 他就说了 他说这一次选举当中 他是唯一一位没有炒房炒土地的人 但是来看到 现在被选举七天了 新北万里的老家仍然会持续的被拿来做政治操作 是不是故意要在前一个礼拜 说新北市政府跑去 丈量新北市政府的老宅 说去了之后 说没人来 没有人配合他们来进行丈量 原来经过了解是他们根本没有通知代理人 所以当然没有人会扑空 坦白讲 我真的不太想再讲这个话题 因为这个万里老家到底要讲几遍 不过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 就在前几天 不得了 刘和然就现在的副代理市长 一字排开开记者会 率领局处五大天王 洋洋洒洒在那边开记者会 包括了城乡局长 地震局 公务局 财政局 新闻局长 五大局长 再加这个现在的代理市长 六个人出来开记者会 说实在的 你对一个29坪的万里老宅 你需要这么大阵仗 我跟你讲 我觉得我在严重怀疑 我觉得这只是一个记者会 这个桌子坐不下 不然你可能未来连什么教育局 兵衣处 什么那个公园处 通通都来 因为为什么 因为现在我严重怀疑说 因为这个年终考核要到了 要算KPI 所以侯友宜可能会在镜头前面看 说你们现在到底谁没来 未来选完之后 我就来秋后算账 有来在家升级家官 再升也升不到他 已经是局长 加钱你又涨一三倍 对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这个全部 现在就是老板快要回来了 所以现在赶快要演给老板看 全部五大天王局长 针对一个29坪的房子 出来大阵仗开记者会 而且每个人都有备而来 你看手板什么通通都做好 我觉得上个礼拜 你派四大局处 那个基层公务员 去他家丈量土地 还带媒体去拍 我觉得这已经够离谱了 带媒体就知道太夸张 对 因为他早上十点半 而且在万里老家 又不是在什么市中区热道的地方 媒体这么巧 就走在那边 等你在那边拍 调刚的政治操作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个表演已经过了 可是我觉得 昨天的这个记者会更超过 更超过 你连这个局处首长都出来 而且每个人都带手板 每个人都负责了 他要负责打手的一个题目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 讲太多遍了 你包括什么财政局 是针对什么 公务局是针对什么 幽灵房屋 航照图 城商局是针对什么 253254地号土地 然后财政局 是针对房屋税籍 每一个都是老掉牙的话题 但是我这边 今天只要再讲一个就好 不要浪费大家时间了 就是这次着眼于为什么那个公务 那个公务人员基层 去丈量万里老家会扑空 不是在吵什么 吵说你的这个 针对这个新北市政府说 他把那个信函双挂号 寄到赖清德的万 寄到他的台南 台南老家去 对不对 所以因为没有人 没有人回应 他说是有亲戚迁收 但是没有人回应 所以他们才去才扑空 我这边只要讲一个简单的点 新北市政府说 因为赖清德这边没有代理人 所以他们找不到赖清德代理人 所以只能把这个宋达的文书 这个要查他家的那个文书 送到赖清德的台南户籍地 赖清德这个案子 没有代理人那篇校 那有可怜 对 这个第一个是 但是他说 代理人不是律师吗 我们都知道啊 但他就说 因为之前都没有跟律师联络 所以他找不到他的律师 要不然就说律师没有减负 什么委托书之类巴拉巴拉 一大堆理由啦 他是说因为赖清德没有减负委托书啦 所以他们联络不到赖清德的代理人啦 但是我要 我用一个简单的公文 就先打脸他们说谎 这个是新北市政府的函 这个函呢 就是函给赖清德的律师 就是他律师事务所代理人 之前已经往返过很多次了 我要跟大家报告 这个只是其中函的一件 那就那个赖清德那边讲说 他们其实有厚厚的一大跌啦 通通都是新北市政府 受文者是某某法律事务所 这个呢就是赖清德的代理人 某某律师 因为有个资把我们把它涂掉了 他们根本就知道代理人在哪里 而且来来回应那么多次了 联络过的只是其中一个函之一 所以用这个函就来打脸新北市政府 你说联络不到 不知道 不管是不知道 或是联络不到赖清德的代理人 那你之前这是联络谁啊 你联络鬼喔 那那么多位长官 那么大的长官坐在那个地方 是被逼迫的喔 我就说嘛 这也不见得是被逼迫啊 但是你知道年终要到了嘛 总是考核要考核嘛 好 那我总而言之啦 我今天因为这个都是老掉牙 所以我今天只用一个新的市政 就说你不要再讲 你找不到赖清德的代理人了 你曾经新北市政府多次的 跟赖清德的律师都联络过了 你每一次都可以联络得到 为什么这次偏偏联络不到 我配合名誉姐来给讲个最新的 今天讲房产争议 你有没有发现 国民党议员林涛出来讲说 赖清德在台南安平台炒土地 说贪八百万 对 好 那我们先来先来看 就是说我觉得现在整个是 泼脏水啦 转移焦点 这个我有好奇发生什么事 就你泼我我也泼你啦 这个今天林涛 very厉害 他大阵仗去查了赖清德的 这个财产申报 他就在那边讲呢 这个是真的是财产申报 他讲的确实也是真的 赖清德在2021年的时候呢 买入土地2400多万 房屋购物800多万 那就 111年 也就是三年后 110年是西元 这个林涛你也麻烦先加好好不好 2023年 2023年 你一下西元一下民国的 他说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怎样 就转了这个赖清德买的这个房子呢 大赚了800万 就说赖清德非常非常会炒房 这是这个林涛今天的指控 我必须讲林涛 对 没错 这是赖清德的财产申报 确实他买了房子 那到底是不是像林涛讲的这一回事呢 我就讲三个点就好了 第一个点呢 他是讲说赖清德买的这个房子 大赚 那不好意思赖清德本来就讲过了 他买这个房子呢是为了未来自住 未来退休以后要住的 未来退休以后要住的 而且他只有这一间 所以哪来的大赚之说 那今天呢 这个他如果说要 他又不是像侯友宜一样 买了房产 或者买了地皮在那边等等要升值 或是说买了房产 然后要收那么多的租金 所以第一个没有赖清德人家是自住 没有徒利 而且这个房子现在没有人住 没有人住就是站在那儿 他就是打算自己要退休用的 所以你说他大赚 这个完全就没有了 因为没有买卖嘛 你哪来的赚 好那第二个呢 他就说 这个是徒利 就徒利 那我必须要讲一件事 他是说为什么会大赚呢 是因为台南 因为台南有一个捷运 捷运绿线 在前瞻的那个计划里面 前瞻计划里面 所以未来有一个台湾的捷运绿线 那原来清德买的房子呢 就在台南捷运绿线的这附近 所以那个房子整个大赚 确实也没错 一定会啊捷运通过都会涨啊 是 可是为什么说林涛讲的 这个不是事实 第一个就是说台南捷运 是2018年纳入前瞻计划 2018年纳入前瞻计划 赖清德买的这个房子 是2021年 你听这时间点 就知道怎么可能 就是说通常我们要炒地皮 像那个侯友宜啊 是你先买了这块地皮 然后呢你开始制定政策 譬如说你放宽容积率 放宽学区房 放宽放宽放宽 那这块地开始有了价值 然后开始炒炒炒炒炒 那问题赖清德 当时是捷运绿线先核定的 然后他再去买房 所以他哪来的炒房之说 所以你知道吗 而且他会挑地点 而且这不叫炒房 那我跟你讲赖清德还真笨 如果他要买房的话 他买在最高点 因为呢 我再讲一次 2018年那个捷运绿线 那时候最贵啊 2018年捷运核定通过了 对不对 你就开始有话题性了嘛 所以2019年的时候 安平区这边开始大涨16.5% 95% 等于大涨17% 那2020年呢 是15.98% 已经大涨16%了 两年内已经大涨了三成 超过三成 30%了 安平地涨这么多 然后呢 赖清德是2021年买的 2021年买的 买最高点 这个地方已经涨了30几%了 赖清德才进去买 所以有这么笨的投资客 我赤是我台南 毛就要担台南 毛管他呢 你说他大涨 大涨有人会买在高点吗 不合理啊 所以简单来说 如果赖清德要买的话 他早在这个绿线要核定 因为他是 你说他是长官嘛 他一定知道说 这边会有捷运绿线会通过嘛 所以他早在应该在 这个捷运绿线通过之前 他赶快先买这个房子 因为他预期他会涨嘛 而不是说 他已经核定了三年之后 三年之后再去买 等于说这边都已经涨了三成了 他才进去买 他就进去买 这不是傻瓜是什么吗 你说赖清德是傻瓜 我是觉得说 以投资的立场 他确实很傻 最后我要讲了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赚的话 你不会只买一间 而且这间还是自住 没有要卖 也没有要租的 应该买一堆 他应该买一堆 因为他知道嘛 知道这边可能会有 捷运绿线要核定嘛 所以我刚刚基于三点 就是第一个他是自住 没有租人也没有图利 第二个他买在最高点 第三个他只买一间 要自住的状况之下 我觉得林涛你所爆料的部分 非常非常容易一一就被打脸 这次的选举讲居住正义 是一个焦点 到倒数七天 还是讲这个议题 其实我星期前几天 访问侯友宜市长的时候 我直接问他说 你的凯旋院 是这么贵 然后一间变99间 然后后来那个新庄土地 到后来还涉及都庚 他其实想得很直巴 说那些证据都是假的 我这样讲 就是这个你可以发现 侯友宜或新北市政府 现在去扯赖清德 为什么 因为他希望把媒体焦点 再转回到赖清德 身上 那在这边我快速的讲一下 因为台南的房市状况 我算有了解 因为我算最早 就是我有一间房子 买在台南的时候 已经是2006年的时候 2006年 所以台南房市的 这个几个区域的轮涨状况 我还算清楚 所以赖清德买了时间 我们光是用 刚刚小玉秀这张图来看好了 我问你 赖清德是2010年 到2017年的时候 当台南市的市长 对不对 所以台南市有重大的利多 包括安平区 因为他们现在指控说 赖清德的房子 买在安平区 先不管那个是不是自住 你看一下 赖清德如果真的 要透过这个房子 来炒房获利的话 2010到2017的时候 他应该在什么时间买房子 越早越好 当然是越早越好 为什么 来你注意看 安平区的房价 2014年的时候涨13% 2015年的时候涨11% 2016年的时候涨6% 2017年的时候涨15% 反而是赖清德当行政院长 那一年反而掉了7%多 所以赖清德应该买 要买在什么时候 买在2014之前 他大有机会 那安平区在重划 是请问是2021年才开始吗 错 安平区的重划很早就开始 他现在讲的已经是 安平区的五期的重划了 安平区已经重划好几次了 包括地方法院在安平区 所以你如果对台南有点了解的 赖清德如果真的要土力自己的话 他早在2014年 他就可以去买那间房子 他不需要等到2021年的时候 2021年反而是整个安平区 你注意看 涨了一大段上去了之后 在2021年买在这时候 刚好套在近15年的最高点 就往下掉了是不是 他买在最高点 他当行政院长那一年 反而是安平区的房价还掉了7%多 所以你看有没有这么傻的投资 他爱台南 所以他这个就是标准的为了自住去买的 所以他反而是套在高点 自住其实不用担心什么赚不赚钱 这是我喜欢住那个地方 而且他现在为自己退休做准备 请问合不合理 当然合理 所以他跟侯尔宇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 来请问侯尔宇的凯旋院他自己住吗 没有那是收租的 请问新庄的土地侯尔宇是自己住的吗 也不是 所以当他去打赖兴德房子的时候呢 我跟你讲那个回力标 是超大支的回到侯尔宇的身上 好不好 你看到赖兴德这是自住的 侯尔宇那两个地方 大家讲新庄的地点跟凯旋院 两个都不是要自住的吗 那都不是要自住的 那你就标准那是什么 当然认为你那是投资吗 那尤其是收租 那不是为了投资 是为了什么 所以你来看 现在回力标回到侯尔宇身上 这件事回得快不快快 而且回到哪件事情 回到大家在质疑你的公安申报吗 那公安申报上面为什么出现矛盾 来各位看这个资料 妙不妙 这个是关于侯尔宇的凯旋院 当时叫大群管 他的公共安全申报 注意看哦 他的申报是到什么时候 是到106年 就是2017年的时候 2017年 2018年之后 他就没有做公共安全申报 来看为什么 当时上面叫什么呢 他的现况 2017年的时候 当时呢 之前叫做H1学校宿舍 对不对 然后呢 你看 这个就是大家现在在问你的 那你如果是当H1学校宿舍的话 学生住的环境 请问有没有公共安全要求 有嘛 所以人家质疑说 你走到宽度会不会不足啊 你走到堆积的这个储物柜 会不会影响逃生啊 那你楼梯宽度不够啊 你的房门没有耐燃的防火门窗 这些东西都是公共安全的危险 然后你看 房间只有烟雾侦测器 没有消防撒水系统 那会这么问题 那个你用火灾怎么办 然后另外还有税务的问题哦 投币式洗衣机 没有营业登记 没有营业登记的话 那你在大群馆的房租收入 请问营业税 营业事业所得税 当初是什么申报的 大家会有疑虑嘛 然后来看 结果呢 台北市政府呢 做了一个很有趣的认定 这个认定呢 他说 侯宇现在的这个房子的状况 凯旋院的状况呢 他们认定说 他的状况呢 现在是H2 他不是学生宿舍 他是集合住宅 所以呢 他其他没有违规 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还是抓包说 他的户外楼梯有加窗 与其没有改善 这件事情扯到说 那奇怪 那你以前的申报 为什么是用H1的学生宿舍 那为什么现在可以不用 你当初做H1学生宿舍的时候 请问 这些我刚刚所秀 这个图板上的状况 都没有发生吗 大家会问这件事情嘛 那这有没有公安安全上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我讲的 回忆标会来的又快又急 就扯出什么事情 扯出来发现说 你2018年 之所以当时呢 就没有在当做学生宿舍 原因是因为 当时的台北市政府 就柯文哲当市长的时候 都发局长林周明 认为说 他的状况 看起来就只能叫集合住宅 不能叫学生宿舍嘛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才爆发出来说 侯有宜的新北市政府的官员 到台北市政府去谈 他自己持有的凯学院的事情 那无疑者我们就要问一件事了 请问新北市的官员 为了市长个人的财产 到台北市去谈 去那个 官说 你要讲说官说或桥 类似这样的行为或嫌疑 请问合不合适 稍后来我们继续说 不过稍后来看到的是倒数七天 很多来宾说 其实选举的结果已定 到底谁赢谁多少 包括立委选情 包括不分区政党票 结果如何稍回来 这个月三号才跟民众党 总统候选柯文哲合体拍照 到庙里参加的桃园 无党籍立委候选人马志伟 如今被检调查出 涉嫌接受中国的虚拟货币 资助一百多万 涉犯反渗透法 遭到积压境界 尽管他以无党籍参选 但党部透露 他其实还有民众党籍 而且当初提名 柯文哲还力挺他参选到底 开始他有要来申请我们 要去参选立委 后来在中央委员会投票的时候 就没过 后来人家查起来就说 他跟中国关系太密切 他就自己去参选了 他现在也是民众党员 他只是提名没有过 那提名没有过关系 就是因为他跟统派的政党 过程甚密 尽管拖党参选 但人跟民众党关系密切 地方党部主委黄晨俊 那被爆料 私下协助马志伟选举 柯文哲却忙着切割 推说通通不知情 他应该也是很小咖 怎么会去 我还不晓得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刚刚去投票的时候 这是有就是力保他 然后前几天你又跟他一起站台 不可能去知道 每一个人的地方背景 那天是我们的行程 我们的公开行程 所以如果人家顾一下 站到你旁边来 这个也是很难避免 面对争议都用三言两语带过 已经设法了 非常清楚的设法 呼吁柯文哲以及柯文哲正营 必须出面交代情 眼看争议延烧 民众党终于发声明宣布 党员马志伟因为罪嫌重大 中兵会以违反廉政规范 影响本党生育情节重大为由 将开除党籍 还强调柯主席没有跟他合体 是马志伟希望借此拉台 自身选情 选战倒数一周 民众党火速止血 不让负面事件持续扩大 好 以无党籍参选 桃圆立委的这位前民众党的 桃圆党部的发言马志伟 他就涉嫌收中国提供 这个虚拟货币当资助 现在呢 因为违反反渗透法的关系 被检方给积压禁建 这个情形对于民众党来讲 一定会有影响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 你刚刚没有讲完嘛 包括了侯友宇在新北的 在改玄院的这个部分 当年就涉及官说 让明明不能够做宿舍的 到后来一瞧成可以去学生随身宿舍 应该这样 当时的台北市政府 还是认定他不能当学生宿舍 所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还原当时的新闻 这是2018的新闻 台北市就是当时呢 2018的时候认定 独发局认定 这个大群管宿舍违法 所以那个时候侯友宇 因为在选新北市长嘛 所以侯友宇的办公室呢 要求林周明要道歉 所以闹上新闻嘛 然后这个新闻你可以看到 新北跟台北官员见面 让侯友宇文大宿舍陷入危机 为什么 因为当时台北市政府的独发局 林周明呢 就把这件事送阵风 结果才发现说 当时台北市的官员 也留一个备忘录 记录了2018年 就107年6月11号的时候 这一场的会谈 这场的会谈 就是新北市城乡发展局的 这个汪副局长李国 现在的地震局局长 然后呢 他到台北市独发局去谈 结果呢 台北市的记录怎么留的 注意看哦 他留说 这个新北市的官员呢 约台北市的官员在建管处 然后谈文大的案件 结果呢台北市政府的官员 觉得说 有点敏感 你看这就是当时用的字眼哦 是谈文大的这个案件哦 然后谈的是认定说 他的这个图管规定 只能够做集合住宅 用宿舍会有问题 所以这个是有 备忘录记录在这边的 然后呢 这个当时呢 你看连他们到台北市的 这个行程 打给谁打给谁 台北市这边都有留下记录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这是很明显的 这个记录的部分 那不管侯友宇选的怎么样 选完之后 这个要怎么处理 对 所以今天大家在检视的时候 当然就会把当时 2018年这件事情 拿来检视说 那你侯友宇 当时叫新北市官员 去帮你谈这个事情嘛 那请问 那你现在新北市的官员 现在做的事情 请问他们有没有在帮你 当打赖清德的打手嘛 所以这就是大家心里 会有的质疑嘛 那回来刚刚文雅前面 在谈马智卫的这个案子 马智卫的案子 大家觉得夸张夸张在哪里呢 是马智卫这个案子呢 好 第一个他被收押 对不对 他是本次大选立委候选人 第一个因为反渗透法的关系 然后呢 收了这个来自中国资金 遭到收押的哦 而且今天民众党 已经确定开除他的党籍 所以表示 民众党自己也知道 这件事情敏感 但问题出在哪里 是柯文哲 民众党现在要选总统的人 你柯文哲当初呢 你今天的反应是 遇到这件事情说 他小咖啦 好像跟他不熟啦 可是你注意看当初的背景 他当初的背景是 你看民众党本来一度 是要提名马智慧来选立委哦 而且强力背书的人是谁 这个媒体呢 坦白说还蛮支持民众党的 他就报道这个独家内幕说 是柯文哲赞成 结果其他人都认为说 看他的背景觉得很有意见 所以立挺他是柯文哲 然后当柯文哲表示 跟他不熟的时候呢 今天大家都在讲 起底的一支影片 这个影片呢 是柯文哲呢 在推荐马智慧的时候说 旁边这位马小姐智慧呢 从公司的小职员 然后当记者一路向上 你看他连他做过 什么工作都知道 然后你再看这个 是蔡壁如跟马智慧 两个站在一起 然后呢 这个看起来呢 是一起在背书的这个状况嘛 所以这个影片 大家起底完之后 人家很自然会问 那你要选总统 你现在看看说 云淡风轻说 跟他好像很不熟 可是看这个影片状况 你跟他不会不熟啊 所以当初柯文哲 到底为什么要大力的背书 马智慧 大家在这个时候 检视的时候 当然会拿出来质疑嘛 大家看我 这叫切割啊 要算去春七天 怎么可以让任何事情 影响我的选举 一定要切割 不过马智慧是第一选区 跟于将军投个选区 我的选区啊 对一模一样 其实在中秋节 我们在跑中秋晚会的时候 我就看过他了 其实马智慧的外形 算不错 亮丽 他算是一个蛮亮丽 就是会亮眼的候选人 算不错 讲话也中规中矩 但是柯文哲 知不知道他有这样子的状况 知道 知道 早就知道 早就知道 因为那时候中秋节 我说奇怪 他是民众党 而且他好像是桃园党部的发言人 对 是的 发言人算是核心人物 重要的 对 发言核心人物 柯文哲认识 认识 所以呢 为什么没有提名他 柯文哲总是不知道 在中央 他们在中央开会的时候 还有争论嘛 柯文哲不错很好啊 那有人说不行 他跟统派靠太近 那么他是怎么样 他拿的是虚拟货币 虚拟货币 其实早就被掌握了 对 虚拟货币呢 是法律上比较难管的一种 一种货币 对 就是要由发行单位 来决定他的面额 所以这是中国发行的嘛 就像腾讯的QQ币啊 这一类的嘛 那转给你 转给你之后 你能不能用 你不用没事 不要用 我都不要用 我就放那边 为什么 我可能要打游戏啊 或者是特殊的状况 我来用 可是你把它用到选举就不行 你只要给我所谓游戏点数 那就都会选 对 所以就是这样来的 然后大家就怀疑说 这个有状况 会有嫌疑 那当时他的解释就说 我不会用 那是我特殊的群组 或者特殊的团队里面 我们在用 可能是玩游戏啊 这一类的QQ币 可是 最后他用了嘛 最后他用 就是用了嘛 就是用了 就是用了 所以陶检抓人 那你现在切割切不了 就是因为有证据 才会积压禁件啊 积压禁件还有一个 一个关键哦 要追 要追 要继续追才积压禁件 还有哪些人拿了 因为有一定有相关涉案的人 对对对 绝不是一个人 这个Q币 这个所谓的这个虚拟货币 如果你没有一定的方式 你还消化不掉 是的 他要把它追 所以说追会不会追出来 我觉得民众党已经受伤了 我个人觉得民众党已经受伤了 虽然说这位马信的候选人 在我们那个选区 说句实话 我没有看过他的看板 他只是当时当发言人 对我真的 我没看过他的看板 没有看板 我没有看过他的看板 只是一些活动 他会出现而已 那他出现穿的衣服 不是民众党的颜色 可他的logo是啊 那个logo就是民众党的颜色 怎么有这种衣服 对对对 那自己做的 就是他衣服 例如说民众党是白的嘛 他可能是粉红色的 或其他种颜色 可他那个政党的logo 就是他的颜色 就贴上去 一模一样 那柯文哲也不必会的 跟他同台嘛 那你说他是小咖 你认不认识 我只问你认不认识他 知不知道他是你的同志 知不知道他是你的党员 他知道啊 柯文哲知道啊 而且当时有那么多人反对他 柯P他一定知道这件事 知道 怎么叫做小咖 什么叫小咖 他曾经这个马之为 曾经当过 桃园市党部的花言人 民众党耶 直辖市党部的花言人 叫小咖 起码中咖以上好不好 台湾这六个直辖市 他是这个直辖市的花言人 不要说他小咖中咖啦 他的问题不再说 他是无党籍立法委员候选人 他问题是 他是民进民众党的花言人 还直辖市的哦 你柯文哲如果还讲 别人抹红他 那你这个旁边站在这个是干什么 他是你的花言人 而且宇将军说早就掌握情知 他有这个游戏点数 我觉得马之为这个案子 实在是离谱到极点 也显示他胆大妄为 你明知道在这种 风声喝泪的时候 明知道在这么紧急关键的时候 你跟中国戒险 这边我们已经抓到 今年是最严重的 已经抓到这个样子了 你还是被抓到了 借选分各种 把里长带去那边浇游玩 那个都很轻 有的都交保 有的换回去 你这个被收押进去 证据是十足 那你这个还不严重吗 你柯文哲还不出来谴责解释 人家把你跟他画在等线 那当然的嘛 他应该直接讲说 就是不对 就是应该怎么处理 对啊 不能讲说一世咖不认识 他这已经直接收钱了 就是你收了虚拟货币 只要没有兑现 检掉还不能碰你 因为我没有动嘛 你就是兑现了 你刚刚说他已经动了 对就是兑现了 所以检掉才会出去动手 来把你逮捕 然后直接问你 有没有问题 怕你串正 所以把你给 所以柯P说 你小咖对我的影响不大 小咖就叫不出名字来了 人家一跟他讲柯P 就说那小咖认识嘛 而且我跟你讲 他用的虚拟货币 还不是之前我们听到的比特币 他用的是 那个叫做泰达币 对 所以你看还不是一般人都听过 你要对虚拟货币有了解 才会知道 然后就像刚刚将军讲的 这个泰达币 你拿到之后 他要把它变现 你想说虚拟货币 他要把它转成现金 那请问他的途径是什么 所以表示检掉是掌握了 他变现的这个金流的部分 掌握了之后再寻现 然后再找到他 然后所以又怕他串正 所以把他积压起来 那我问你事情严不严重 当然严重嘛 因为光是后面 你想象不到那一段的故事 到底长什么样子 现在这一段故事 有可能听到你都会出来一段 稍微回来来看到 是这一次选举七天 你应该看得出来 棄保是国民党 或民众党想操作的议题 会谁弃谁 稍微回来 蓝绿白三位总统候选人 超级星期六 加紧走步拼路战 三方拉锥下 侯友宜步步进逼 不断喊出联合政府 更称柯文哲和郭台铭 是阻隔要走 联合政府是人民 一直面对新的理念 新的信法 我们希望一旦 不是一人一党 一党知识 我们就是希望 一旦来共治 来分享 会拉锅气科吗 联合内阁 这个角色 一定有郭台铭 可以帮我们台湾 带动更多的经济的发展 他还说 不会操作气科保候 那主席怎么看 他讲这一句 就是在操作 人家说正直诚信 我就觉得 你明明在操作气保 讲一大堆 不要口出二言 哎呦 我们还在吃豆腐了 我觉得目标就是要 气蓝绿保台湾 而且其实联合政府 民众党执政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组成啊 柯文哲常忘了他 以前讲的话 最早是他提出来 要组织联合政府 我们没有要吃水的豆腐 我们在落实 希望找到最好的人 所以把他力量 统合起来 这不是大家的期望吗 柯文哲在怕什么呢 柯文哲到底要什么呢 这次文窑坊 侯友宜的时候 侯友市长的时候 侯友市长也说 他认为 郭台铭跟柯文哲 接下来 在整个的国会席次当中 大联合内阁当中 一定有他们的角色 其实从以前 一直到现在 委员在国民党的立场来讲 对于民众党来讲 对于郭台铭 这个总裁来说 都已经是委屈求全 堆叠善意 然后尽量不口出恶言 因为你们很希望蓝白河 但是破局之后 现在用很委婉 让民众看破手脚的方式 要进行操作气保 我现在讲没有错吧 我们没有什么 在看破手脚 我们没有在操作气保 观众都看得出来 你们在操作气保 没有没有 我是这个政治的理想 讲的是联合内阁 首先联合内阁 就内阁 大概就内阁制 一开始最早提的是谁 是我们当主席朱立伦 他其实从好早以前 就一直想要立推内阁制 后来选举到了 柯文哲跳出来讲说 我们可以组联合政府 联合内阁 连位置都分配好 然后柯文哲不是说 在6.11还留个伏笔 他不是这样讲的吗 那如果柯文哲 你今天真的认为 联合内阁或内阁制 是一个对国家 未来一个政治体制 很好的一个 未来的理想的话 它是个价值 它不是政治的交换与分赃 好那这时候 你讲说联合政府的时候 联合内阁的时候 侯友宜 好包含赵绍康 跳出来响应就说 我们其实也觉得也可以 而且我们又不是说 就是未来一定是国民党 还是民众党 还是民进党之类的 但我们说我们接受 这样子概念 好那所以呢 就是说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也可以共主联合政府 符合你的政治理想 你的政治价格 何必说你侯友宜 已经变成中国同路人 我才不要 他明白讲啦 对啊 那为什么侯友宜 一直不断堆叠 一直不断委屈求全呢 何必呢 这就是你们操作 棄保的手段 不是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概念 去说服选民 选民要接受不接受 我觉得是各自的 你们都说选民的智慧自动判断 对保选民会自动进行棄保 不是吗 没有没有 这怎么会棄保 国民党民众党不同政党 但我觉得还是 所以你认为 但我还是要讲一下 今天韩国瑜还是有讲一些 很好玩的比喻 韩国瑜讲金句 我觉得金句 这个太厉害了 这个关系 你说说我们听听 他说好这个枪有两种 一种叫做可以一枪 让敌人必命的狙击枪 他说我们要选这样子 有杀伤力有攻击力 然后然后这样子有这个最后 这个有致命一击这样子 这样子的狙击枪 他比喻叫做侯仪 这叫烧康 然后他说还有另外一种枪 我不讲说他讲谁 还有另外一种枪叫空气枪 声音很大声很热闹 但挡出来一点都不会痛 好这个因为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点比喻 就他有做另外比喻 那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 透过这样比喻 让支持者清楚知道说 韩国瑜支持谁 这就是国民党的操作气宝 本来就这样子 狙击像他讲的就是他们侯康佩 当然在玩气宝 两件事情 第一个如果他现在不是玩气宝 他当时为什么要蓝白和 求爷爷够蓝 那一定要和 还委屈善意 一定要和 合不了的时候 这就是必须要玩气宝 他们当时在讲说 单干靠国民党是赢不了的 所以才要蓝白和 这个都立见证 都这么清清楚楚的 那你现在蓝白破裂的时候 当然要玩气宝 所以才会有什么空气枪 狙击枪 空气枪说就是柯P那一组 当然是 狙击枪就是侯康佩这一组 可是有一点 他们都说民众的智慧 这几个判断 不是都这样讲吗 侯友于嘴巴的联合政府 是个骗局 在欺骗台湾选民 联合政府 垂垂北时代也有 请郝荣斌当环保局局长 那不是联合政府 联合政府不是这么狭隘的 给观众听一下联合政府 一定是要内阁制 三党不过半的时候 小党就有机会 跟另外一党组合起来 联合政府 我们分配几个部会 你们分配几个部会 这是谈判 我们这个叫联合政府 台湾这个民主是什么 赢者全拿 全部都拿了 因为我们宪法 没有规定很清楚 联合政府要内阁制 才有办法 内阁制是每一个 都要来选举的 你宪法要修改 内阁制 你不去做这个工作 嘴巴喊联合政府 我们当写了 我们不会全部拿 我们会四四三一 柯文哲你的人 要安排几个都 我们也可以安排 那不是骗台湾选民的选票吗 韦宇言不好意思 我刚刚打断您 所以到目前为止 你认为国民党 是不需要操作气宝的 没有 因为老实讲 靠操作气宝赢得选举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没有志气 然后再来就是 郭乃总的 我先讲一下现在的确 台湾是这个模糊的双首长制 实际上偏总统制 所以不是内阁制 那联合政府当然是一个概念 通过现在以 准总统制的方式 来这个所谓内阁 大家可以有不同政党在里面 但未来其实包含赵少康 包含郝友宜 都有说过要推上内阁制 再补充一点 韩国瑜刚刚讲不是气宝 韩国瑜是生气 为什么生气 柯文哲自己前两天讲说 立法院院长要选的时候 我们也不一定要是韩国瑜 然后马上又被大家挖出来 四年前讲韩国瑜 没有读书这个事情 原本韩国瑜 其实对柯文哲是没有任何表态的 但自从他讲立法院长 这件事情之后 昨天的晚会到今天的晚会 韩国瑜非常明确的表态 好有意义 支持好有意义 然后不支持柯文哲 我听委员议员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不要再吃韩国瑜的豆腐了 你们都把韩国瑜拿来 凭证证他的重量 而且还说他很多以前的事情 当韩国瑜从啦啦队 变成球员的时候 韩国瑜的高度就掉下来 韩国瑜是啦啦队他无所求 他的金句可以到处发 讲得很漂亮 可是当他变成球员的时候 他不具备这种本事了 为什么 柯文哲就希望韩国瑜反击 就希望他反击 他希望他反击 为什么大家知道吗 因为国民党没有办法过半 不能单独过半 非靠民众党不可 所以柯文哲就有这个力量 他同时是告诉国民党 你不要以为我一定会挺你 因为柯文哲没有骂过我 这是柯文哲说的 所以柯文哲 一定会跟你组联合政府吗 柯文哲多么希望你国民党 一直不断攻我 一直不断骂我 不要像在辩论会当中 把我当空气 连吴欣赢都生气了 他在留筹码 就是如果侯友赢了 那我有筹码可以跟你玩 如果赖清德赢了 我也有筹码可以跟你玩 你们都要骂我 你们骂过了 你们都欠我 这叫做最可怕的平衡 我就在中间 我不靠左也不靠右 他所谓的超越蓝绿 我现在觉得不是 他要控制蓝绿 我就用少少的六席到八席 我就控制你 开始在运作了 谁管你要 谁跟你要联合政府啊 我没有说 我联合政府没有说只跟你哦 对不对 我是墨绿的 我不能跟墨绿吗 我不能跟深绿吗 所以这才是柯文哲难控的地方 对耶 其实我访 其他两党的候选当中 中的候选当中 他们对其他柯文哲 几乎都没有恶言相向 几乎没有 因为他们很清楚 柯文哲会抓这一点 把他们牢牢抓住 最了解柯文哲是民进党 民进党被骗两次 民进党被骗两次 他太了解了 不能碰他 不能碰他 国民党才被骗一次 所以柯文哲说 每个人都可以骗我一次 不对 每个人都可以骗柯文哲 但是柯文哲可以骗你很多次 你只能骗柯文哲一次 柯文哲可以骗你很多次 所以柯文哲出现之后 他跟民进党讲 民进党如果想要真的能够获得立法院的席次 他会不会跟柯文哲谈 当然会嘛 除非单独过半 除非兰或绿单独过半 目前看起来都很辛苦 真的都很辛苦 柯文哲变关键 所以他现在为什么这么丑 他现在为什么这么拽 你们都骂我 你们都骂我 谁骂我看看 所以柯文现在忍住都没有骂他 柯文都没讲他 韩国瑜开炮了 说他是空气枪 你以为柯文哲不会记住 记你一辈子我跟你讲 可是韩国瑜没有直指柯文哲就是空气枪 对不对 他只有直指冲锋枪跟空气枪的差别而已 这个其实有了 其实柯文哲一定知道了 你也觉得 我只是觉得刚刚比喻有点 对 有点疑异而已 柯文哲一定知道 我觉得维员议员真老实 柯文哲一定知道 你在讲谁 柯文哲会不知道 事实上157 他会不知道 他一定知道你在讲我 等到要翻脸了那时候 这都变筹码 多变筹码 他记后有一念那个简讯 我告诉你 记一辈子我跟你说 等到他翻脸的时候 他说柯主席怎么翻脸 当时谁念简讯的 是谁念简讯的 他记你一辈子 那个早就记在山上了 对 当时谁说我是空气枪的 记你一辈子 我告诉你 空气枪一样很厉害 他就这样告诉你 所以柯文哲正在 储备什么 翻脸的本钱 他不是跟蓝或跟绿翻脸 谁对他有利 他就跟谁 你们执行我气宝 你们操作我气宝 我在执行累积能量 到时候跟你们翻脸 气宝很难 我只跟他讲 今年的气宝非常难 您不看好 很难 国民党没办法超多气宝 不容易 我真讲不容易 以前所谓的气宝 就是中间那一块 中间选民 包含了手头竹跟年轻人 今天中间选民 已经凝聚成一块 三秒就要挤出来 你知道吗 三秒就干了 你要把它给移动 除非把它打碎 打不碎了 打不碎了 就算打碎了没用 柯文哲抓到的那一块 就跟三秒叫一样 已经干了 已经凝固了 变一块了 你想要移动它 除非用锤子把它敲碎 敲碎变废物 没有用 所以柯文哲的中间那一块 你动不了 现在极少数 就是那个还没有表态的人 三个人都在抓 三票都在抓 所以您认为选举倒数七天 很多的结果 几乎差不多都定了 我觉得气宝太难了 今年的气宝太难 因为你看到柯文哲每一场 大家笑他 只有空战没有陆战 出来啦 吹出来啦 三粉造势有没有吹出来 有很厉害吗 我觉得厉害 我觉得厉害 为什么你知道 有人说柯文哲的晚会 或者活动 不是没有动员 那叫自发性动员 所以他陆战已经慢慢跑出来 已经出来了 为什么 有头人在揪 而且都是年轻的 都是年轻人 什么小草部队 他们是好几个群组互相在揪 那个不是没有揪团 是互相在揪 可是那个是没有组织的动员 自发性动员 这才可怕 所以他这三组候选人 其实还是很焦着 很焦着 不过你刚才讲对了 剩下这一个礼拜 七天之内 除了发生很重大重大的 一般来讲 选民的心情都已经定了 支持谁都已经 差不多都定了 所以这段时间里面 就是剩下 我们看到国民党在打烂仗 赖清德在炒房地产 赚八百万 赖清德真的在炒房产的时候 你会在这个时候拿出来 当大家在质疑你们新北市政府 怎么包围欧 怎么霸凌这个万里矿工工僚的时候 礼拜四我才讲说 地震局空拍 公务局测账粮 财务财政局 花补税单 我说你们三个局处 昨天开会 今天还是昨天开会 居然是五个 还有新闻局 还有读商处处 读发处 你可全部都出来 代理市长留来 你代理局处长在看守 市长请假三个多月去选总统 你是看守市政 新北市市政有这么轻松吗 都没有事故吗 结果你跑来搞这一套 开机者会搞这一套东西 让人家觉得很瞧不起 你这是小内阁 这个直辖市的小内阁 都是政务官 你们搞这种选举小动作出来 你说显明不会看在眼里吗 赵绍康说 年轻人对国民党印象不太好 跟我什么关系 我离开国民党三十年了 我比你们还早就对国民党不满 他到底还想不想选 稍后回来 双金号最后八七天 我们来看到赵绍康说 其实他真的很讨厌国民党 他离开也很久了 我才想起来的确 他当时不是离开国民党 创了新党不是吗 对 他现在干嘛又回来咬自己的老妈妈 可以这样讲吗 坦白讲子龙啊 你怎么每次都这样子呢 子龙 不过我真的觉得 他跟侯友宜真是一对宝 好 那赵绍康呢 他在讲什么呢 他说因为那个他是在 我觉得你拐着外就讲人家阿斗 人家子龙现在要救驾好不好 那赵子龙 赵绍康 他是去高雄的科技大学 就是跟那个学生在演讲嘛 那学生提问他就说 那你要怎么样获得年轻人的票呢 那照理说你应该要讲说 你要怎么获得年轻人的票嘛 可是他的那个话 就反而跟年轻人一起在骂国民党 他就说呢 他说 你们如果不满国民党 就不要算在我身上 他说我不等于国民党 我不等于国民党 侯友宜也是一样 然后呢 他说侯友宜不是那么国民党性质的人 他是行政官要维持中立 所以呢 他说 反正他就也不喜欢国民党 所以侯友宜也不喜欢国民党 那干嘛选啊 他这样讲的啦 我说子龙为了要救驾嘛 反正就是 我觉得他这个打法非常非常奇怪 第一个 如果你真的这么讨厌国民党 那国民党在征召你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答应呢 那他虽然说他回到国民党 他是为了要改造国民党嘛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最衰的是谁 这件事最衰的其实是朱立伦 朱立伦 真的很衰 然后因为今天记者通通跑去问朱立伦 说赵绍康说 这个如果你们讨厌国民党的话 不要算在我身上 因为我跟侯友宜都不等于国民党这样 那朱立伦这个时间点 他也只能摸摸鼻子说 对啊 我找他们两个来 就是为了要改造国民党啊 反正朱立伦现在什么千吞万吞都要吞 然后包括什么 那个郭台铭讨厌他 他也说 那全部都算在我身上好了 他就道歉 然后柯文哲也说 他最讨厌就是朱立伦 朱立伦真的好忍辱负重啊 我真心觉得他很衰 然后现在赵绍康 要把那个国民党 他也只能说 对啊 我找他们回来改造国民党 可是我还是 那个 我还是要这样讲 我觉得赵绍康 你这样子真的会被人家看不起 为什么 大家会觉得说 你今天回国民党 他两次回国民党 第一个 他回国民党是为了选党主席 然后那时候就发现说 因为他没有那个 中平委中常委的资格 所以那时候特地 张启臣还特地找了一个证书 颁给他 让他有选党主席的资格 那第二个 他回国民党 然后这次就是为了要选 那个副总统嘛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其实你回国民党 你不是真心 真正真的想要回国民党 你就是为了要党主席 或是你选想要副总统 其实国民党对他很nice 真的 双手迎接他来 我是觉得国民党 就像他一个垫脚石一样啦 就是他要完成他的那个 什么政治的愿望 他这辈子不是最想选总统 对他不离不弃的 对 就是国民党对他来讲 就是一个政治的利用工具 所以我不觉得说 他真心的是 说想要喜欢国民党或怎么样 我最后要讲 就是说赵超康现在的那个 看起来是完全在符合 迎合年轻人的口味 反正他也知道 年轻人不喜欢国民党 他就跟着年轻人一起骂国民党 可是这很奇怪 你这个现在是要分裂投票吗 变成说你总统 你就投这个侯康 然后你的那个政党票 你爱投谁就投谁 你要投民进党 投民众党也可以 反正你不喜欢国民党嘛 那问题是说 你是国民党提的候选人 怎么会跟国民党 这样子的切割呢 我都觉得非常非常奇怪 那再来 他现在 我们当然觉得好的要给他 还是要给他鼓励 包括说他勇于去上 这些YouTuber的节目 那因为很多的政治人物 国民党 还是很多政治人物 不愿意去 因为他们觉得 好像也许抵抗不了 抵挡不了 那个话题太犀利 那也许不知道 那赵超康我们给他肯定 他的亮点其实真的蛮多的 他去上鹤龙夜秀 去上各式各样的那个 我们要该肯定 给他肯定 可是我要讲的是说 如果真的上这些YouTuber的节目 你就觉得说 可以跟年轻人站在一起 或怎么样 当年韩国瑜也是去上博恩嘛 博恩的那个卖票还更多 用膝盖走路 对 你讲对了 这是韩国瑜绝对不想提起 可是年轻人不见得因为给你怕跑 就真的票投给你了 不然当时那个韩国瑜 韩国瑜这么的 就是说他的话题这么的多 那大家印象只记得说 你在那个脱口秀里面 表演用膝盖走路 而且现在反而是 变成大家嘲讽的对象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 我们要选一个立法院长 到时候接待外宾是用膝盖走路的吗 这很奇怪 那国民党你到底 为什么没办法吸引年轻人 你是政策吗 你现在再盘点一下 你大概对年轻人好的 你只剩下侯康代 可是侯康代却被房贷专家 觉得这个是一个毒药 你到时候宽限情过后 你反而是陷年轻人于不义 那你除了除此之外 你对年轻人 你还有能够吸引他什么呢 所以我会觉得说 不是只有你上YouTube的节目 然后就可以了 但我最后要讲 就是说我觉得 该肯定还是要给他肯定 比如赵超康去上贺龙夜夜秀 他那点阅率破百万人了嘛 你看大家也就是给他拍摸啊 觉得很赞很赞啊 没有人会像柯文哲那么酸啊 点阅率啊 这个是怎样 就是我是觉得说 这个该肯定要给他肯定 就是像柯文哲这种机场鸟度 我还是没有很欣赏 还有你啊 可是我觉得 赵超康最大的问题是 大家会觉得 他这不只是切割 他这比较像是在干嘛 像在事前谢哲 谢责任 因为同时间就有新闻出来说 这个党中央跟侯友宜 沟通过他房子的问题 但侯友宜没有处理得很及时嘛 两个新闻对照在一起 这两个像不像都在谢哲